來,這裡我們來看到這一個第二個題目,他說我們住在台灣,然後看星星的時候,如果呢看或者用長時間來拍,發現星星呢都以北極星為中心在繞圈圈,這裡繞圈圈怎麼繞勒,你如果呢一下子無法想像去想一件事情,我們看到的太陽也是恆星,恆星,太陽是恆星,你就去考慮太陽的東升西落, 就可以解決這一題了,所以我這裡呢,畫了一張圖,我們來看他囉,因為,因為我們地球的自轉軸,北端直向北極星,所以我們自轉的過程呢,我們覺得都以北極星為中心,所有星星在轉圈圈,所以北極星看起來有沒有在動,沒有喔,所以來看這一張圖,叫做面對北邊,右手為東,左手為西,如果你沒感覺,習慣了, 看直北這邊不是都這樣畫嗎,然後這裡就標N,這裡就標1,這裡就標西邊囉,所以面對北邊,右手為東,左手為西,然後以前總是記得的事情叫做,我們因為地球自轉,地球由西邊往東邊再轉, 所以我們看到了星星都東升西落,所以你應該記得呢,我們的太陽,我們的星星,東升西落,所以你利用東升西落,事實上就可以解決現在的第二個題目了,所以我剛才畫了方位,東升西落喔,右手東,左手西,東升西落,這樣轉圈圈,可以接受吧, 啊,慢慢的星星過來,以誰為中心,北極星為中心,所以說這個是順還是逆 逆時鐘,所以第二題有沒有解決掉 有喔,第二題就解決掉了,因為呢,第二題他就問你說,現在呢,看天上的星星,不管眼睛看還是攝影,到底北極星為中心在怎麼轉圈圈,逆時鐘轉 可以接受吧,喔,所以呢,你就從剛才講的,由西向東轉,地球由西向東在自轉,逆時鐘在轉,所以看到星星會東升西落,再去畫了我現在這個滑鼠的位置 但,有時候會問更多,啊,我們如果拍照呢,啊,拍照我們拍星星,啊,會有那個所謂的弧度吧,那個弧度如何了,那個弧度的話呢,這裡你要看到的叫做 地球轉一圈360度,那轉一圈呢,花了一個夜晚,對不對 不,一整天,所以呢,等於花了一整天24個鐘頭 所以地球自轉一圈360度,花了一整天24個鐘頭,所以如果說 以它為中心,拍了某一張照片,這個弧度30度 你說它拍多久 30除以24 15 所以如果某一個題目突然間告訴你說 它拍了它,然後弧度30,代表它 看星星或攝影拍了多久 兩個小時 可以接受嗎 可是有時候問更多,就在問你說,啊,我看到了這個北極星到底在哪裡 北方啊,啊,楊角多高 請你先記,楊角跟誰有關,所以我旁邊這裡才畫了另外一張 問你,我們的星星以北極星為中心繞圈圈 那北極星在北方,楊角多少 北極星的楊角等於人所在的緯度,這是結論先記 來,我們來看這張圖 有點害怕剩兩分鐘 來,這裡的話呢,我再把這張圖呢,放大好了 這張圖的話呢,人在這裡,北極星的陽光 佈北極星的北極光,就這樣射過來 所以呢,現在呢,等於被 極星的光線射過來 歪了,慘了,GG了 因為快鐘響,我很害怕 來,這個射過來,然後這個橘射是地表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呢,這個光線呢 就是這個角一,北極星的陽角 所以我現在要求北極星陽角,就在求角一 可以吧 角一等於什麼,九十減掉角二 啊,你看清楚,這裡是平行光哦 所以角二跟這裡,也就這個角三,是不是一樣 我這裡是寫不下去了,所以我才畫一條線 所以二跟三是一樣的 所以我旁邊寫了一件事情 我要求北極星的陽角角一 就是九十減掉角二,角二剛好等於角三 角三減完之後就是誰了 九十減角三就是角四 角四就是誰,就是人所在的緯度 好,所以呢,才會這樣子呢 關了 好嗎 好嗎